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气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气账 大家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 8月21号周六 八戒作为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有生活在南加州 北加州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都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那么有生活在德州 佛州西雅图等地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也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那么今天八戒重点给大家聊一下 最近在微博抖音 头条等等平台 目前闪现出来一条奇闻 来自2016年天涯的一个 神奇网友预测中国房地产 必经的13个必经之路 那么结合着目前中国市场的排头兵 深圳对比南加州的洛杉矶 目前在这种行情之下 那么如果继续唱多中国房地产 继续唱空美国市场 继续唱空美国的股市 和唱空目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那么目前八戒认为它不是蠢就是坏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到底是在有同样的资金情况之下 到底是应该投资深圳 还是投资美国的返产 特别是南加州等地呢 八戒用相关的数据 结合自己的相关观念 给大家来详细分享一下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 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八戒的朋友 欢迎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 那么天涯网友在2016年 这样的一个神运色呢 基本上已经是七七八八得到对线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冻结流动性 下一步就是土地财政转型 那么开征 全面开征房地产税 包括这样一个全国房地产联网 取缔中介 杭州已经是正式的取缔这样一个中介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房源 挂在政府的网站上面 那么下一步就是房源透明化 整个的交易流程透明化 所有的交易都是有迹可循 让你们进行全国联网 这样的话任何一个路网之余 都不可能逃脱掉未来几年肯定会付诸实施的房地产税 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那么以上呢 八戒就给大家来分享了一下 目前最近的网上截图 目前天涯网友的13个神域测 13个中国楼市的必经之路 目前已经就到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接下来呢 八戒来进行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排头兵 深圳跟对比一下南加州的洛杉矶 同样的一栋深圳大概是90平方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房产 二手房 你买进去以后 你对比一下洛杉矶这种行情 这种大概相同的这种行情 你来比一比到底应该投资哪一个地方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南加州 尔湾的这样一个城市呢 八戒给大家进行一个类比 首先来看一下备合找房的相关数据分析 目前深圳华润存幅 一期的二手房的价格都贴在屏幕上方 目前呢同样88.86平方 单价是13.2万人民币 成交总价1173万人民币 首付20% 按照手套房的最新的深圳贷款利率 目前大概是在5.85% 那么今天呢 不知道深圳的手套房能不能拿到5.85% 很可能都是已经在6.3%以上 我们暂且按照深圳这样一个手套房 5.85%的贷款利率来算 均价13.2万 乘一下总价是1173万 20%首付235万人民币 贷款金额938万 目前贷款利率5.85% 根据招商银行按揭贷款计算器 360个月 30年来算的话 每个月的月供高达55,336人民币 目前利息呢 整个全部都还下来 你的利息居然是高达1054万 你的本金呢 只跟银行借了938万 目前整个总计还款额超过1992万 大家去想一想 这个利率上调1% 对你们买房的成本 一个月要加上3000块钱人民币都不止 大家去看一看 已经算一算 那么按照同样的 华润城府一期 目前的90平方 如果是整栋出租的这样一个租金 大概是多少 目前来自贝口找房的相关数据呢 目前整栋租金也就是在16500块钱一个月 那么租下来一年的租金呢 是多少呢 19.8万人民币 按照中国目前70年产权 你就是每一年的租房的话 你整个花进去 也就是在1386万人民币 跟你买房连本付息来算的话 要还到2000万 你租房才只需要花到1386万 而且你可以随时拍拍屁股就走人 反正这个房子怎么样 也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呢 也仅仅只有70年产权 未来产权到期 要不要续费 续费应该如何续费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未来什么时候征收房地产税 这一切也是未知数 那么未来随着房地产税被征收 整个房地产税 整个被冻结 没有流动性的话 你想卖都卖不掉 你想脱手都脱手不了 按照巴基的想法 你随便找一个人 随便找几个中介 把你房子挂出来 你看看 跟你的心理预想的价格 大概会一个平方会差多少钱 少的差20% 多的差30% 甚至腰斩 可能你都卖不掉 那么最近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 像教育力 像滴滴打车 像这个京东 像腾讯 像阿里巴巴 基本上都是西数腰斩 跌了90% 也不足为奇 那么贝壳找房老板 而去失以后 贝壳也是 目前随着杭州 在前两天放出这样一个 个人可以挂牌交易 整个贝壳找房 直接是暴跌了17% 目前已经是跌到了 十几美元 这样一个一股的价格 那么木头街已经是 整个全部清仓中概股 大家就应该知道 整个资本的寒冬 已经是悄悄的 来到了你们的身边 已经是笼罩在你们的头上 那么这个乌云 基本上目前是挥之不去的 会一直是盘旋在你们的上空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每个月租房才1万多 每个月还房贷要五六万块钱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还继续在深圳买房吗 那么目前在北上广深 甚至是更多的城市 都会进行校区联合画片 也就是说你买个几千万的豪宅 到时候你能不能上到北京最好的学校 上到深圳最好的学校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那么未来呢 这样的一个教师轮流上岗 你这个教师可以在这个学校呆 也可以被调剂到另外一个学校 那么到时候未来 中国还有没有学习房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那么现在进一步 畅多中国房地产的人 畅衰美国资本市场 不是纯就是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按照R1的行情 同样一栋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在R1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点 目前按照美国的宪法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在美国买房 买到的房子都是永久产权 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大家要知道 这是永久产权 没有人会给你续约上一个时间 也没有人会要求你缴相关的续约费 大家目前中国网友 拿出来说是的 就是房地产税 那么巴西这次呢 把相关的房地产税 也给你一并的算在其中 按照R1这样的一个 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按照今天的汇率6.5的话 大概换下来 也就是188万美金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房价呢 在R1买房首付180万 乘以20%首付36万 贷款144万 而按照美国今天 贷款利率仅仅只有2.75% 比中国6%跌了一半 还不值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目前每个月 贷款金额是在144万 每个月还款月供 5,878本金加利息 乘6.5的汇率 大概是38,207人民币 比中国每个月月供 55,336 足足是少了 17,129 少了你 整栋房子 一个月租金 16,500都不值 那么30年 全部还清 按照美国的 这样的行情来算的话 大概整个需要支付的利息 区区只有67.6万美金 乘6.5 也仅仅只有 439万人民币 当时按照上一个案例 大概是要付到 1050万这样一个人民币的利息 双方一减 连倍多都不值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相差600多万人民币 将近是100万美金的利息支出 而且这种房屋 按照R1 180万 你现在可以买到永久产权 而且是独栋的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别墅 前有后院 后有后院的这种 整个的房屋建筑 都是你自己的 而且占地 大概是有700平方到1000平方 整个房屋 套利面积 根本就不算任何的供摊 美国也没有供摊 这种概念 大概是在320平方左右 那么也就仅仅只需要 目前的180万美金 这种房子 如果直接挂牌 在当地出租的话 整栋出租 目前根据Zillow Redfin相关的数据 一个月可以收到租金 6000到7000美金 那么扣掉所有的成本 目前你还每个月 还有相关的剩余 就算把房地产税 给你相关进行算进去的话 你每个月也就基本上 打平你相关的支出 跟你相关的租金收入 那么也就是说 基本上来说 你在R1买这种 200万美金的豪宅 你能够进行相关的打平 那么你在深圳买这种 1000万万人民币的 而且只有890平方的 70年产权的房子 你还根本打不平 而且未来 你能不能够拿到 你所谓的学区房 你所谓的相关的 目前孩子拿到一个六年 或者是初中学位以后 直接往房子转手一卖 还有没有人来借你这个盘 一切都是打问号 那么国家现在正式的 对三胎已经全面开放 在目前整个公司层面 包括这些给予 妇女给予这个丈夫 都要给予他们产假 相关的补助 相关的支持 已经是愈演愈烈 所有的教育 这些只要有内卷化倾向的 这些东西 全都要一棒打死 那么未来还有没有这种内卷化 能够愈演愈烈 还有没有这么多的人口 来进行接你的深圳房产 接你的北京房产 接你的上海房产 杭州 广州 武汉等等地方的接盘侠 你们就数一数 还有多少人能够接你的盘 你们的上一辈 巴巴巴巴 爷爷奶奶走了以后 给你们每个人留下来的房产 少则三四栋 多则十几栋 甚至几十栋 都是不在话下 大家就想一想 那么一栋一栋 几十层的高楼 就跟鸡舍一样 是不是未来中国最贫穷的人 居住在最昂贵的这些房子里面 大家都是千万富翁 但是想让你们拿出来 一万五万人民币的流动性资金 很可能你们都是捉襟见肘 好 那么以上呢 巴结已经给大家想想细细 分享了一下 目前整个的中国房地产的 行情脉络 包括天涯这个神预测 包括巴结之前的相关 已经提前两个月 我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赶紧要跑路的话 要换汇的话 要赶紧走的话 已经是到你们最后的存亡危机时刻 那么巴结在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连续出过好几期视频 提醒过各位朋友们 冻结已经开始了 很多朋友们还不信 还要继续的留下来 那么当时如果你们能跑掉的话 现在基本上想跑的机会 也是没有了 一切就是案板上的肉 那么生死由谁来决定 一切都是未知数 生的计划死得随机 这就是基本行情所在 好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 可以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的 多听几期本期视频 包括前面几期相关的行情分析 八级的视频 只做一针见血的行情分析 不做任何花里胡哨的 拍外面的这些所谓的豪宅 没有任何的意义 豪宅每天都有 关键是你应该如何配置 自己的家庭资产 如何让你的资产 发挥到最大的功用 如何让你的资产保值增值 甚至是让你的资产 传承给下一代 甚至是让你的资产 安全的传承给下一代 八戒在这里 告诉给各位朋友们 先平安后发财 好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朋友们 给八戒点赞评论关注 那么有喜欢八戒的朋友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有买房 有卖房 有贷款 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